小朋友们,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,我是格子姐姐。 今天,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,爸爸变成了透明人。 我讨厌我爸爸,他的脸像个粘茄子,嘴巴像个大山洞。 凶巴巴地说我,说我慢吞吞,想只蜗牛,还飞跑过来,让我别动,别动那个东西。 我的心真心想爆炸,我才懒得和爸爸玩吵架的游戏。 我坐在屋角,又爬上沙发,不过,在哪里都一样。 从这回开始,我能听见爸爸的声音,但一点也看不见他,因为爸爸变成了透明人。 才过了一小伙,爸爸就来找我玩,你在哪里,我根本就看不见你,你是个透明人,我不和透明人玩。 妈妈含含大笑,她说,来,透明人,我们一起玩。 妈妈,我也想和你玩,你怎么看不见我? 嗯,我也变成透明人了。 妈妈笑咪咪地看着我,又回头望望爸爸。 好吧好吧,我和两个透明人一起玩。 玩着玩着,嗯,爸爸呢? 那不是爸爸的大山洞吗? 我看见爸爸了。 两位透明人,请来吃草莓吧。 妈妈的声音传过来。 报告妈妈,透明人爸爸已被我的热气涌化,原形毕露了。 不过,也许过一会儿,或者明天,爸爸又会变成透明人呢。 好了,宝贝们,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。 如果你也喜欢听这个故事,要给格子姐姐点赞哦。 想要收听更多好听好玩的故事。 微信搜索,关注公众号,格子酱讲会呗。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,晚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